律师罗九宝的解释让人清晰地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 张先生用这家公司作为担保 以金女士的名义带了一笔90万元的款项 用于购买金女士名下那80%的股权 也就是说张先生等于一分钱也没拿出来 却用一纸协议成为了公司的大股东 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来说 张先生无疑是个能人 他没花一分钱利用自己的人脉成功贷到款 并掌握了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股权 但是这个办法用到女朋友的身上是否合适呢 万一张先生在贷到款后没有给金女士还债 那金女士岂不是要债上夹债 鉴于这么复杂的情形 张先生的英雄救美行为是真爱还是假意 确实不好判断 金女士此时也感到庆幸 因为纳志协议在她提出分手之后便再也没有履行 如此一来张先生和金女士的关系简单明了了 双方既不需要发生股权转让也不需要去贷款 协议似乎变成了一纸空文 但是律师却指出那份协议可不是摆设 无论是张先生还是金女士都要小心了 就是这个合同的法律效率问题 你签了字按了手印 这就是有效的 那你就要承担这份合同当中所展明的义务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法律它不会原谅无知 你说你没看因为你是成年人 对于你签字按手印的法律后果 法律推定你是应该知道的 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不知道 不影响本合同的效率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文书上签了字按的手印 那就是认为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 是合法有效的 那么当时那么你应该用自己的名誉 去筹集八十万来支付 受让这百分之八十股权的费用 也就是说根据这份合同 你必须要支付它八十万的转让费 投入两百四十五万 假如这份合同你不履行的话 法院会判定继续履行合同 然后到工商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 金女士 对于我们律师对这两份协议的一个解释 你都明白了吗 基本上现在都明白了 那现在你怎么看待这两份协议 你就觉得太无知了 太容易相信一个人了 张先生 你听完律师对这两份协议的解读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解读解读 它是从法律解读来解读的 对 它权威的 我们也是只是想着那些个东西 所以说我也没有考虑那么细 没有考虑那么细 律师刚刚解读完了以后 您觉得合适吗 他解读完了我就感觉有点不合适了 就是从法律人来说有点不合适 我们也确实没有把那个下面去剪 或者我把腾往下跳 他如果说我也要是早知道理性这么多的话 我就当时就随时就 根据律师的解释 如果张先生和金女士情感破裂 不能成婚 那么这张协议会让双方都感觉 如烫手的山芋 在张先生这方面 一旦金女士要求旅行协议 那么张先生就必须替金女士还债 并向这家一直亏损的公司 注入巨额资金 张先生很有可能到头来 人才两空 而在金女士方面 一旦张先生要求旅行协议 那么他的公司大部分就会流入到一个外人的手里 他也不情愿 如果张先生要用公司去贷款 金女士也许还要背上新的债务 金钱与感情 协议与利益 似乎正越来越牢固的绑定在了一起 张先生声称 当初签订协议 他也没想到是今天这般后果 他的初衷不过是为了帮助女友金女士 那么我们的调解团队会怎样看待张先生 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动机 对于张先生和金女士 复杂的情感与利益纠葛 调解团队又会如何破题呢